有粉丝朋友说想看珠海唐家湾的别墅 今天我来了 这个唐家树是卓越集团打造的75栋别墅 上面黄山一面下海的聚宝盆风吹宝地 我们来看一下248平方的户型 这里有个入户玄关 右边是餐厅和桌球台 出来外面有一个采观天井 这副一楼全部都是不算面积的 楼上才是算面积 这一层的面积太大了 因为是全赠送的所以特别香 这个户型的设计做得非常有细节 这边是工位和浴室 因为空间够宽 所以它的设计也比较到位 这边是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也是跟天井连起来的 所以通风和采观都很不错 这边是开放性的大厨房跟餐厅连接在一起 这边是会客大厅 你看这个开间距离也是非常宽的 太舒适了 这边也有一个采观天井 这边可以设计成办公房或者是娱乐房 比如健身房或者是麻将房那些都可以 这个天井也可以看看星星月亮 这个房间有放着洗衣机 这边应该是功能房 这个功能房也是挺高大上的 不像有一些功能房只能融得下一张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算面积的248平方 楼梯这边也是有个玄关的 右手是餐厅和厨房 这些空间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细节 感觉这个花园跟墙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百搭 不管你要什么风格都可以任意搭配 这个花园也比较实用 也不会面积太大 太大了也没用 这样刚刚好 也容易打理 像这种独栋别墅 如果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要多少钱才能买到 当时在珠海滩家湾也是要1700万左右 这个客厅的开间距离也是非常宽 接下来我们更上一层楼 这边等于是二楼 这边是一个儿童房 儿童房也是有一个独立洗手间 也是有大窗户 通风采冠都很不错 儿童房也是有独立的衣帽间 这边是设计成父母房 也是有设计了超大的衣帽间 然后也有洗手间和浴室 接下来我们又再更上一层楼 每一层的楼梯都有悬光 这边是健康大露台 空间也是非常宽 这边是电梯门口 这边是主人房 空间杆也是超大 也是设计了一样的衣帽间 这边是浴室和洗手间 也是做了干湿分离的设计 浴室的空间可以放得下浴盆 如果大家对中山和珠海的楼盘有兴趣 欢迎私信我 了解你的购房需求 为你匹配符合你要求的房子 关注我 下期再见